和大家又是分別一篇來自觀察者的文章 一樣,將重點和大家分析後 講講我自己的看法 作者是穆雄 有毒物質洩漏 美國基民引號,問題不大 中國網民說,你要反思 這是比較著兩個不同地方的民眾 處理問題的基本上不同 在美國方面,北外乎卸獲 將問題的嚴重性講笑 但問題的嚴重性是一樣的 只是將問題的嚴重性調下 讓大家不要那麼害怕 於是就可以靜靜地過去沒事 而相反地,中國這邊剛剛相反 要反思 要徹底做到同樣事情不可以再發生 這是基本上 在這篇文章反映出來的中國政府 我們不要說全部美國人 也不要說全部中國人 是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 處理事情上的最大分歧 有關於有毒物質洩漏 自然是指 在2月3日 美國、俄亥、俄州 裝著化學品的火車脫軌 所造成的情況 這裏有一個對答問題 就是觀察者 作為記者 林鴻 他是一個美國藥行業的從業者 做藥品 根據他發現 他自己本身 已經知道這件事在2月3日發現 但他大約要去到整個禮拜之後 2月11日相隔 已經是幾天 真的整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是7天 10日 多到一天 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才發現這件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TikTok 又開始有些播主說這件事 而網上也出現了這個非常可怕的蘑菇雲 才有這件事 在那段時間 都是說中國飛來的氣球 或者Super Mode Super Mode 就是他們美國籃球 那個決賽當時 在那裏舉行的Super Mode 人們看到地址說是 East Palestine 以為是中東 原來不是 現在這件事 其實是美國的 美國主流媒體 已經說了 到最近 還要遲過這個 這件事 是11日知道 但主流媒體 是13、14日才知道 而我們看到 主流媒體這幾天 開始寫了 這幾天 即是這幾天 寫了一些解答疑難的問題 譬如 《紐約時報》 刊登了一篇長文 我跟大家說過 《紐約時報》 首先 將這件事 屬於 這些 主流媒體 報導的事 是春秋不法 整篇文章分了十幾段 只是倒數的第三段 提到 《科學》反應 物質散手後 可能會對人體造成長期危害 略帶過 接著就沒有再詳細交代 而在《維基》那邊 這個被人坐到飛氣 在英文《維基》那邊 關於《六月期》 《維基》 將《非常有毒》這個詞 刪除 《洗白白》 第一點 而發生意外 這輛貨車 指貨運火車 出軌當地晚上九點鐘 多時公司馬上趕到現場 而環保處 美國環保處 環境處 要零時兩點才到 之後 處理問題 但大家一直都 沒事沒事 當地政府只要求 方圓一公里的平民走開 這不是強制令 到星期六 發覺車廂 日越來越熱 有可能會爆炸 才周長 方忙 開始強制令 要求一個公里之內 居民撤離 撤離 撤離之後 那些洩露出來的 六月氣 就點了火 便可以燒 所以 出現了 黑蘑菇雲 然後到九日 這麼快便可以回來 九日 已經可以回去 回去時 告訴居民 毒素已經沒有 不構成危險 回家 但一回家 又買了一些試測紙 一量 嘩 空氣的酸度 很高 當然很生氣 十號 十號 空氣中仍然測到 荷蘑菇雷之類的化學物 現在部長發現 總共有二十卡 我一直以為只有十卡 現在這裏說是二十卡 多了十卡 這十卡原來都是荷蘑菇雷 我一直以為只有十卡 五卡是荷蘑菇雷 所以這對我的認知 有大改變 原來是二十卡 不是十卡 是二十卡 這是第一個對我的認知 改變 第二 其中只有五卡其他東西 有十五個卡 是裝著 Vinylchloride 而環境處 告訴居民 你可以喝水 但另一方面 州長建議大家 都是喝 瓶裝水 你不要喝水 這個情況下 我們到底是聽誰呢 即是說 九號 我回來時尿化安全 十號告訴我 有毒氣荒 十一號又來我家檢查 信號還是不信號 這個是美國正常操作 他們就好像一個精神分裂病人 一時說這樣 一時說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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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政府 誰在說真話 誰在說假話 中間又開始 扯上政治 夾集著陰謀論 又說火車出軌 另外有人說 鐵路運輸部 安全負責人說 我想做什麼 因為你們 所以這些 有無慮就一直出來 我們不跟他們理會 這些 這些工人 我看看他們的面部 有帶野 但那是否完全可以 阻隔空氣的呼吸器 我們就不知道 這裏就是我們知道美國的情況 我們發覺美國媒體又開始對這個問題 指責中國 說中國人態度上有問題 比如美國的Business Insider 說中國內部對這件事恨災落禍 引用微博上說的赤爾諾貝2.0 美國是世界之癌 外交部就說戰狼作風 大外風氣等等 文章講的這一半就是 美國這邊的居民問題不大 文章的下一半 你要反思這一半 作者沒有提 不過不是沒有提 可能是通過在評論上說 所以我們和大家讀其中的一個評論 這個評論的作者叫做山頂動人B.H 不知道他代表什麼 他就說中國認識的反省 反思的反思 五日三省吳申 為人謀而不忠父 與朋友交而不信父 全不責父 近於反思一項 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升至新 道德修養的核心內容之一 以死為鑑 可知輕啼 以人為鑑 可明得失 史反思一項數千年來 中國提升自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這次轉了去講自理能力 其實這也是我們自己修身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 我們不停對周圍發生的事 要考慮清楚 而中國考慮的 可以說是與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問題 為人謀而不忠父 我們幫人做些事 是否中間盡心盡力 與朋友交而不信父 大家交朋友 最重要是說信用 是否有些不信用的事 全不責父 是否有些事我們已經知道了 而不去真是做 這是我們看到中國的反思 這裏變成公關對應 然後實驗 這些我們不跟大家說 中國政府有自己一套反思的行程 所以你看看 美國的反思就是 別人的問題出現之後 就指責自己的問題出現之後 就扔鍋 扔給俄羅斯好 扔給中國好 扔給國內對手好 總之就不是我自己錯 現在如果這次我開火車出軌 發洩漏這件事 在中國發生會怎樣 我們要知道這件事發生之後 三天在美國也有火車脫軌 如果是中國 我立即停止相關運輸 先整頓再說 這就是中國做事 中國的整頓是甚麼 我們知道在張家豪出現過一次 是因為這些化學品蝕落 造成非常大的損傷 因此那時開始 所有的化學品生產 管理、運輸、意外處 讓一大系列制度 隊伍都建立起來了 即是說 中國可以在一件事上 即刻採取行動、研究 找出結果 跟著就成為一個制度 所以他就說 中國的反思是一個閉環式 即是說有事發生 我們繞個圈之後 可以把這件事處理 以後不可以讓它再發生 有閉環自然有個相反 他也用了開環 但下面有朋友說 閉環我們明白甚麼 開環是沒有這個詞 所以他就說非閉環 不要緊 中國的反思中的進步很大 而中國也很大 一線、二線、三線 一直到落後穿裝 可以說全世界 由發達國家 去到發展中國家 去到落後國家 各樣、各樣本都齊備齊存 因此處理問題時 我們就一定要在任何地方出現問題 都要一手搞定 全國不要再出現同樣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唐山夜市 有一個唐山夜市 應該是黑社會人士 去襲擊唐山夜市 去襲擊其他客人 於是 全國各地 立即反思 都對著自己本身 加強群眾安全 另外 在雲南 和海南的旅遊團 宣傳之類 宣傳 現在全國都反思 因此 如果美國 化學物品 洩露 中國 一樣反思 研究、對策、設立制度 防範、類似風險 你錯 我都可以照學 不可以 我都再次發生 這就是最重點的地方 所以讀這篇文章 不讀這段就少了一半 所以和大家讀完最後這幾句 中國是處理 沒完沒了的國內國民體中 不斷自我反思 不斷自我提升 就好像遊戲伸手 一路打怪獸升級 一路由青銅 一路練到王者 中國反思是沒有盡頭的 因為未來發展也沒有盡頭 總有新的問題不斷地出現 這也不是問題 我們敢於反思 勤於反思 善於反思 我們中國應該抱有最大的信心 因為中國是小時候 唯一能夠真正反思國家 一家這個唯一 又被人坐了 因為我們國家 目前來說 不斷地反思 但不可以說沒有其他國家這樣做 我們只見到美國現在 是做不到這件事 曾幾何時 美國有人做到這件事 只是現在的政治制度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用唯一這個字 我們自己只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不要跟人比 自己做得好 別人做得好 做得不好 別人的事 我們是無權干涉 只可以為美國的市民 我上次說過一句 祝他們好運